周日泰晤士报头版头条 公布一份代号 黄无行动的机密文件 内文点名 英国政府对于印脱欧 可能造成的效应 根本还没准备好 一旦英国脱欧 各大口岸大塞车 将冲击当地民生消费 伦敦和其他城市的燃料供应 也将大受影响 英国恐将出现物资短缺的大灾难 负责协调无协议托事务的 英国部长哥夫赶紧出面灭火 新任英国首相强森 下周将展开上任后首次出访 在法国举行的G7峰会 和梅克尔以及马克宏 商讨新的脱欧协议 但印脱欧引起英国国会议员反弹 英国在野党工党扬言 9月3号国会开议后 将立刻对强森提出不信任案投票 英国民主杰米奥利弗 搭上脱欧话题 在BBC节目大吐苦水 因为2016年脱欧公投 导致的不确定因素 让民众停止到餐厅用餐 导致名下意大利连锁餐厅 一共倒了25间 一年内损失2900万英镑 约台币11亿 意外成为英国脱欧受宰虎之一 三里新闻林芳荺报道